永乐22年,即公元1424年,叱咤一生的永乐皇帝死在了远征的路上 他的死对于明王朝来说是福是祸,难以定论 但对于后来的明宣宗而言,绝对算是一件姓事 永乐皇帝死后不到一年时间,继任的明仁宗朱高赤还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宏图便随永乐而去 仁宗长子朱湛基成继大统,身为明宣宗 按照传统礼法来看,复死子继是雷打不动的皇权继承制度 即便仁宗在位时间短暂,那也是合于礼法的大统皇帝 在他死后,犹太子朱湛基几位简直正常的不能再正常 但永乐皇帝的次子朱高旭却不这样想 早就垂涎皇位的他,打算效仿父亲朱棣再来一场叔叔大侄子的静难之一 宣德元年8月初一,朱高旭在山东乐安起兵谋反,设立武军任命属官 明宣宗得到消息后,在杨荣等人的劝售下愈驾亲征 8月20日,宣宗的御前大军抵达乐安城下,将乐安城包围的水泄不通 次日朱高旭投降,宣宗兵不学任地解决了高旭之乱 如果从朱高旭起兵算起,这次叛乱不足21天 如果从朝廷大军抵达乐安算,两军交锋仅仅一天 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场高旭之乱都算不上什么规模 也正是由于明宣宗的评判过程太过于干净利索 导致这一次藩王之乱显为人知 但高旭之乱轻松平定的背后,却是明朝初年朝廷与藩王长期博弈的结果 明太祖平定天下后,在朝廷中书费丞相摄六部 地方上费行省舍三司,并设立督察院刑部大理寺三大司法机构 还建立了皇帝的直属组织锦一卫 军事上建立卫佐制度,设立五军都督府 从秦始皇以来的皇权强化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 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在明朝内部,包括各地方王在内 没有任何人能够威胁到皇帝 以明初次答案为例,如此大规模的屠戮功臣行动 可以说无人能忘记相悲 但即便如此令达官勋贵怒骂不止的行动 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掀起一场成规模的反抗 朱元璋对大明天下的掌控力之强由此可见 不过在朱元璋死后,情况出现了变化 达官勋贵确实威胁不到继任的朱元文 可朱元璋分封的藩王们却出现了伟大不掉的情况 从建文元年开始,皇帝与藩王进行了长期博弈 在史称靖难之一的薛藩行动中 虽然大多数有实力的藩王都被解决 但燕王朱棣却破天荒地取得了胜利 建文帝的薛藩失败了 朱棣篡位成功后,他与藩王们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 他不再是与藩王们一起反对薛藩的燕王 而是与藩王针锋相对的大明皇帝 由此,明初的第二轮薛藩迅速展开 被短暂恢复王位的周祈代朱王再次被废 宁王朱全被迁往南昌 有意思的是,宁王朱全的玄尊朱晨豪还为此愤愤不平 在明武宗时期发动了晨豪之乱 在薛藩的同时,明成祖还在洪武年间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皇权 尤其是在锦衣卫之外又设立中场和内阁 加强了皇帝在没有成像的状况下对百官的控制力 同时建立了以京师三大营为主的京军部队 并在京师周围大量存填 迁驻之前,明成祖又对南京的建文朝旧臣展开清洗 到迁都北京的时候 大明朝廷牢牢掌控着南北两京 并拥有一支可以媲美洪武朝的百战之石 明成祖的这一系列措施 使得藩王们再也没有实力对抗朝廷 争夺皇位的圈子就仅仅局限于成祖的儿子们 朱高旭这个人是朱棣的次子 按照狄章子继承制度 他并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在永乐二年的时候 朱棣就立朱高赤为皇太子 封朱高旭为汉王 可以说在那个时候 朱棣就已经明确了深厚之事 但朱高旭并不这样想 他觉得自己常年在外增加 立下战功无数 甚至还救过他老爹的命 理应继承皇位 常常把自己比作唐太宗李世民 正所谓我英武 岂不累秦王世民乎 先不说他有没有李世民的实力 单看他老爹就不是李源 朱高旭被封王之后 就遭到了成祖的压制 他除去少量的护卫军外 没有自己的直属军队 封地也不过乐安小城一座 尽管朱高旭从1417年 就前往乐安就藩 到1426年造反的时候 已经营乐安十年 但是乐安成小人少 实在难有作为 而且更悲剧的是 朱高旭的权力 仅限于王城之内 当地的事务 他无权过问 连自己的花销 都是朝廷播副的 起兵前的朱高旭 可以说完全就是个 无兵无钱无地的三无王业 起兵的时候 由于手里军队太少 他只能砸开监狱 放出死囚 充当士族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起兵夺位 除非宣宗朝蠢成了驴 否则绝无成功的可能性 再来看看宣宗朝的情况 这位颇受朱季喜爱的皇家子弟 从小到大 就得到了明成祖的悉心培养 在学习标准的帝王之道的同时 还曾跟随成祖出征 再加上姚广孝 夏元吉等一大批 永乐众臣的教导 即位之初的明宣宗 就已经是个文桃武略的优秀皇帝 他与叔叔辈的剑文帝 有着明显的不同 正所谓帝之兵能不穷远 公辞章 文武为宪 成有度 约百亡则矣 朱高旭起兵后 宣宗愈驾亲征 当时朱高旭有三个选项 一是拿下济南 北上警示 二是南下江南 与朝廷形成南北对立之势 明军对此争论不休 但宣宗一锤定音 济南最近却不好打 听闻朝廷大军讨伐 朱高旭肯定没胆子打济南 而他的士兵又都是乐安人 一定不愿意跟着朱高旭到南京 他敢造反 不过是以为我年少心力 重心未复 现在我御驾亲征 打军一到就把他绑了 宣宗的预测可以说极其准确 整个事件的进程完全驻他所料 其才略胆识 由此可见一斑 除去宣宗本人外 宣宗朝的向心力 更是压死朱高旭的另一座大山 以杨世奇 杨虎 杨荣为代表的三杨内 是仁宣两朝的最大支柱 他们绝大部分是仁宗朱高旭的太子署官 宣宗朱瞻基的辅导老师 他们与仁宗父子 有着共进退同患难的利益纠葛 史称仁宣之士 外监台省内参管阁 与三杨同心辅证 在如此的朝臣班底前 朱高旭所有的策判行动 均遭失败 自知实力不足的朱高旭 先是让亲信梅清潜入京师 约英国公张辅为内应 结果张辅直接把梅清直送朝廷 而在山东方面 他约定与山东都指挥室共同起兵 结果被山东不正式阻止 乐安防御使李俊受到拉拢后 直接跑到京师向宣宗汇报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朱高旭的起兵 既没有成为李世民第二 也没能成为第二次靖难 甚至连汉朝的七国之乱都比不上 朱高旭起兵后 杨荣向宣宗建议 以天威灵之事无不济 下元级也以李景龙为立金言 独不见李景龙事业 强烈要求宣宗御驾亲征 在二人的建议下 宣宗统领大军南下 据明史记载 六军弃圣 龙旗正骨千里不绝 一听到宣宗亲征 朱高旭大惊失色 正所谓极闻亲征 史剧 而除去朱高旭本人 他的内裙乌合之众 在看到朝廷大军后 也开始军心不稳 逃逃者不计其数 甚至有传言说 他们要把朱高旭干掉 以此向朝廷赎罪 听到消息的朱高旭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不自量力 选择了开城投降 回到京市后 朱高旭并未被处死 而是废为庶任 有一天宣宗来看望他 可他竟然一脚半倒宣宗 本来可以就是重享复归的机遇 被他弄成了富之同纲 焚死的结果 也把自己弄成了明初的一大笑话 他的失败也从侧面表明了 明初的藩王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历史结尾过往 现在的已经成为过去 未来的才是现在 我是老驴 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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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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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